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沒有再算幾多 對啊 好運的剩幾顆 拍完剩幾顆就好 現在懶得算 以前有算 以前都算十個 十個 有些時候就十二個這樣 差不多一般都十個 現在不知道可能自己去算 都超過 像那個小姐她聽說自己算 讓她算 那個先生就比較多 差不多 那個先生就比較多 聽說那個麵 本來七十塊的時候是有加滷蛋 現在六十塊是沒有滷蛋 加滷蛋是這樣 本來我加滷蛋 我只是加給比較熟悉的客戶 老客戶 不是每個都有 沒有啦 沒有每個 因為我這邊大部分都是老客戶比較多 有些新的客戶來我就沒有加 最近熟客來好像也沒有加蛋了 這什麼原因 最近喔 對啊 這不是最近才沒有滷蛋 是從去年 去年 因為蛋 一方面是 蛋也上架 一方面就是說 不曉得加那個蛋的那個 乾脆我去把它降 降十塊錢下來 哦 但是 裡面的浮噸 跟裡面的量 一樣 對 浮噸的量 也都比別人多 不知道 這樣子賣六十塊 不會虧錢嗎 目前的你的進貨的成本 如果是 我現在是消除我的無聊 所以你早上幾點開始開 十一點 十一點才開 十一點多 啊幾點下半 幾點時候 沒有可能 賣到沒有可能 差不多一點 一點左右 這樣一天賣幾碗 大概可以一點 沒有再算 不想算幾碗 有些時候 連一碗都沒有賣 我實在講 有些時候 連一碗都沒有賣 有客人 不是每天都 不是每天都來吃麵 阿你覺得他這樣一碗 要多少錢 要多少 一碗太大油吧 來 六六十塊 幾碗六十 好嗎 幾碗六十 便宜一刀 好嗎 這都吃太苦了 一到永蘇頭都不吃 一兩億就已經六十了 一大碗才賣六十 你覺得這個價錢怎麼樣 太便宜了 根本就不 不可能了 想都沒有想 不可能 一碗六十塊 你覺得 價錢怎麼樣 是打的 還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可是他真的賣六十塊 太過分了 那一顆 沒了 太過分了 多了 這次